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阻止艾滋病传播当然是天大的好事 但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我们刚才描述的这项研究 让健康的研究对象 与HIV阳性的研究对象 进行传染风险很高的性行为 而且是17000次 虽然结果是没有人传染 但是如果传染呢 即便是对象是自愿的 但让人冒着染上不治之症的风险来做实验 真的不违背科学伦理吗 我们目前啊 正就此问题联系该项目的负责人 联系研究院 以及澳大利亚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 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周三晚上6点45分左右 正值下班高峰期 一名泰国籍男子 在悉尼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家花店 被警方射杀 该男子持剪刀冲入这家花店 大吵大闹 并大喊自己想死 在与警察对峙后 冲向警察被当场击毙 该男子名叫Danco McMur 患有精神疾病 据本台了解 他自2014年起 在西区Fairfield的一家木材厂工作 是一名插车司机 英国政府决定 从2040年起 禁止出售一切 以汽油和柴油为燃料的汽车 届时所有市售的汽车 都必须是采用电力能源 英国此举 主要是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此前 法国政府也针对汽车制造商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本周二 悉尼西区的四名男子 在大马路上上演了全武行 事情起因 仅仅是因为其中一名司机 按了几下喇叭 在一红灯处 两车四人纷纷下车 在大道中间开始群殴 目击者称 另一辆黑色奥迪 此后一直尾随该车 其司机和乘客不停大声咒骂 并吼叫死亡威胁 奥迪车车主昨天下午 来到Marylands警局自首 被控斗殴及包庇共犯罪 苹果公司的iTunes礼品卡 已不再仅仅是给孩子的礼物了 他们也成为了一种行骗工具 7月中旬 一名74岁的墨尔本老人 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 声称自己是一家大型电讯公司的工作人员 该男子与老人保持了一周的联系 要求老人购买iTunes礼品卡代码 最终骗走了4.6万澳元 他甚至还以修复老人的账户安全问题为由 黑入了老人的电脑和网上银行 移民部长Peter Dutton周三宣布 将在澳大利亚机场安装105扇新的智能门 抵达澳大利亚的旅客将不必再出示护照 接受检查 这会使来自更多国家的旅客 能够通过面部识别技术来完成入境手续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智能门的数量还会增加 本月初我们报道过 奥迪出售的一款中国制造的水龙头 被昆士兰建造和建筑委员会检测出 千含量严重超标 可能导致数以万计的澳大利亚人中毒 本周二啊 这事儿反转了 奥迪公司辟谣说 经过官方和独立检测机构的检测 这款水龙头符合所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4020测试的watermark认证标准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可是当初验出千含量超标的 昆士兰建造和建筑委员会表示 他们对这款水龙头 依然有安全方面的担忧 至于是什么担忧 因为奥迪对他们发出的诉讼威胁 他们不方便公开说 问题是不是存在 这个可以讨论 但为了消除影响 而不让人说话 这样不管是质疑方消费者 还是欧迪自己 恐怕都不是什么好事 悉尼市政府 诚挚邀请小朋友 报名参加设计个性烟花比赛 利用自己的想象力 为2017年悉尼跨年庆典的夜空 设计出色彩斑斓的烟花美景 获奖小朋友 还能参与ABC在跨年庆典上的直播 亲手按下当晚9点家庭银花表演的启动按钮 让自己的作品在跨年夜 绽放于悉尼海港 比赛报名将于8月21日截止 参赛者必须在16岁以下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更新更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